第二个话题 今天周末大家一起聊聊 那么谈了前两天我发了一个 就是新华社市民记者采访了日本足球协会主席 很有意思 这篇文章蛮长的 我看了三十遍三十次了 那么主要谈一些重点的东西 那么咱们自己去界定 也不做什么定律 就是说批评 我记得呢 这个中国足球或者媒体 这个呢就是说 似乎有一种感觉 媒体就是中央电视台 这种足球方面的节目 与中国足球管辖 是有点脱节的 它不能融洽在一起 我谈一些看法 那么四位记者采访了 写了很好的报道 采访时间是九十分钟 那么也这位球员呢 这位主席主席 他就是日本职业联赛的改革者 他从球员开始 然后呢 从那个日本国家队 主教练 然后到那个什么 就是足球主席 这个走过的路 时间段跟我们足球主席 实际上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回忆一下 日本足球协会主席 跟我们足球协会主席 大家都是踢球出身 人家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 对吧 他也问到 谈到那个球场的使用问题 当地的市政厅说 我们不能给你啊 我们中国给你球场 我们其他老百姓又反对 因为他才比较讲究那个平等的 或者是一种比较 比较这个 能接受这种 大家就是共同使用的那种机制 那么我们也遇到这种情况 那么我人家为什么 进行他的那个管理改革 成功了呢 我们没有 记得里面一个重点 他就说到 他说 我认为世界杯第一个打入世界杯 应该是中国 人家很抬举我们 今天我们再看看 他已经是连续七次打入世界杯 我们呢 澳洲现在是连续五次 第五次打进世界杯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 就摆在我们面前 人家同样也是踢足球的 我们也是踢足球的 当时的水平 这位前日本作学主席讲过了 水平没有我们高 那么这个一点我们要考虑的 那么考虑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付诸于实施呢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稍微提一下 每次世界杯来了 我们央视啊 中国新华社啊 什么媒体啊 官方的都是 很正规的报道一下 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采访的谁 我以前讲过这个节目 每次来了 每次学习 我们学到什么了 学习不是在口头上的 学习是要自我纠正的 我们有没有 每四年纠正一次 每青少年做修 每二十年 十五年 十年搞一次 有没有 没有 所以这个问题 是不是足协管理和媒体 有脱节 这个大家去思考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媒体谈媒体的足球 足协管理谈足协管理了 所以这些问题留给我们 老百姓也好 就球迷也好 足球工作者 专业工作者也好 你们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问题留下 我们今天就谈及这个主要的话题 他同时讲到训练的量 他同时讲到中超球员没有欲望 他把日本球员 所以他讲到青少年的 足球和青少年的结合 就是说 实际上足球运动员 在中国球员也好 他的智商不低的 特别是他的小脑反应很快的 千万不要在 对足球球员有一些过分的 好像人家母大善出 不要用这种传统的文化 来去界定中国任何球员 或者世界球员 大家智商都不低的 说实话 只不过是他们有些表达不够 或者表达比较简单 比较出乐文学 所以在日本这个足球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解 人家走着我们 他说2025年 他准备打4000冠军 所以我们就讲到了 以前日本是学我们的 80年代什么 时尚兵啊 沈江湖都在日本教过足球啊 人家很重视你 人家学习你 我以前讲过学习什么 学习为了打败你 我们不知道 我们今天学这个 明天学那个 到现在还没有界定下来 那么世界杯马上来了 是啊 咳 Dansk 感谢观看